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庄里的文革 闪电或工业 也非常的怀态 不管是住宅 或是商业 我蛮光荣的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这个是带给一个安全 带给一个生活的一个安全的行业 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我没有想过放弃 那时候我想放弃因为不是被骂 但是如果你被骂然后你就放弃 这样你很多个行业都不能干了 因为每个行业都一定会给人家骂的 那你进入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下创业 创业 OK 那时候我也是很常处做出这个决定的 哦 常处做决定 是的 常处 那时候因为遇到一些瓶颈了啦 就可能你说在这间公司 因为我之前做的公司 可能在市场也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大平台 所以可能在上面的级续还很多 是 所以可能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可能你才可以学更多东西 其实你不是因为要取代 你是想要学更多的一些东西 发挥空间少 对对对对可以这样说 我会把所有意见都积极上来先 然后我再做一个分析 对 好的 你就把它听进去 因为当然有一些批评是很盲目的批评 对对对 就完全不理你 甚至是人生经济 对的对对对对对的 调节面的批评 全体的批评 在祂安防好三次 大家好 我是VMinissa 我是VSH的Founder 我们主要是在批发安防这一块的 Security, CCTV, Alarm这样的东西 我们的范围其实是蛮广 主要是坐在安全方面 我们主要是CCTV, Alarm, Access Control Tide Attention System, Turnstar, Baraket 现在我们还有做Solar Solar System for我们的Security的这一块 这也是我们的顾客来这边取货的地方 现在有点乱因为货没有地方放了 这里也是我们的Reception 顾客来他们会跟顾客讲解 然后开单这些全部在这边处理 这边是我们的Demo的地方 顾客可能来看这边那些货品 全部是在这边看暂时 暂时是比较简陋一点点 还有这边是我们的Sales Department 也是给货存满了 可以随便看一下 有点乱了 但是很乱一些 这边全部是Sales在这边做的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货场 这里是我们的行政人员做的地方 Account然后Designer 然后那些一些assistant这样子 所以这里很简单 全部是Admin的工作地方 欢迎收看商海名人坊 你好我是靳川 那我一直都很钦佩企业家 尤其是女性企业家 对我来说 女性企业家她们所牺牲的付出的 远比男性企业家还要多 甚至是今天的这位嘉宾呢 她是在一个以男性居多的领域创业 更让我佩服 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VSH Technology 的创办人Vanessa Vanessa你好 你好 据我所知 你在安房领域已经有11年的经验了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安房领域呢 其实我蛮光荣的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这个是带给一个安全 带给一个生活的一个安全的行业 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可是很多人都说 这个行业是以男性居多 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头 有什么怎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怎样的优势啊 其实我以前觉得就没有什么优势啦 但是后来渐渐发现其实有优势 因为可能是 你是女生 可能是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很多是男生的顾客嘛 所以可能男性男女的那个相细啊 那个感觉 所以跟他们开场白的时候 可能你就比较好谈 因为以前我一直到现在都是做Sales出身的 但是在这个领域11年 一定有一些让你难忘的经验吧 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难忘的话 是可能 之前我们进来这个行业 可能这个 这个东西是就是很多那种叫什么 因为你要去制裁一些项目 所以它有很多领域 然后你就要复制它们嘛 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要花很长时间去 可能做一些领域那些东西来给顾客之类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错很多 然后可能就会给顾客骂类似这样子 你印象中最难忘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 被骂的怎么样 就是被骂的怎样啊 那时候我被骂的我跟我自己说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的心里就是狠狠地要发粉 就是说以后你不能用这句话这样来说我 他就说你不能你不懂为什么你还做这个行业 他这个这个说法啦 他对我的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想 你这个说法我要让你后悔的 我一定要做出一点 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出来啦 让你另眼相开 对对对对 是 啊对 那你怎么做这方面的努力 其实就是你不断去找 其实我的做反简啦 其实那时候我是好像说一个 我是装板的机会啦 就是一直找不同的顾客 然后他们问很多问题 然后你就渐渐你就越来越懂 但是如果你是死背的话 因为对我来讲是我不能的 我不能死背的 所以我就是通过他们一直给我问题 然后我就去find out 然后当你给顾客问了十次同样的问题 你就变成你已经记得了嘛 是 啊所以当你问我的时候 我就不用想我就可以达到你 可是对于一些女生来说啊 如果一直被骂碰钉子 嗯 很快就会放弃了 其实我想放弃这个行业的时候 不是被骂 其实是还有我没有想过放弃 那时候我想放弃因为不是被骂 嗯 但是如果你被骂然后你就放弃 这样你很多个行业都不能干了 是 因为每个行业都一定会给人家骂的 嗯 我觉得啦 因为如果你不熟的时候 可能做错一些东西 有些顾客的性格就比较暴躁 如果你就因为这样子而放弃了 我觉得不懂啦 这不是我性质了 哈哈哈 那你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吗 我 我选择不放弃咯 嗯 如果别人看我不起的话 我就会让他 就是说你不要让我有一个机会 如果有机会我就会表现给你看咯 是 啊 类似这样 有一点不认输的感觉 我是啦 我是的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吗 从小到大 啊 不认输 可能 可能家庭因素啦 可能因为以前家里小时候可能比较 贫穷一点喔 可能很多人就看你不起 所以你的心里你的心里就有一个小瞄就告诉你 哎以后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就是说别人每个人都看不起你的人 可能我想成为我家的光龙 嗯 啊 所以希望我的父母亲啊 有可以啊 就是 以我们为龙这样子的感觉 嗯 可是这种不能输的感觉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会不会让你很累呢 不会哦 不会 我很享受在就是 呃就是说你不停的去呃在 根据你的目标一直去呃去跑咯 是 嗯 那你进入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下创业呢 创业 OK那时候我也是很长处做出这个决定的啦 哦 长处做决定 是的 长处了 那时候 嗯 因为遇到一些瓶颈了啦 就可能你说哎在这间公司 因为我们我之前做的公司可能在market也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大平台啦 嗯 所以可能在上面的呃 level 还很多 是 所以可能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 可能你才可以学更多东西啦 其实你不是因为要取代 你是想呃呃呃要学更多的呃一些东西 发挥空间少 对对对对可以这样说 呃 写述不到 哈哈哈哈 对发挥不到嘛 所以我就想哎可能呃 可能那时候刚刚好我就30岁了那时候 刚刚好30岁 然后就呃想说哎出来去呃试一下咯 去撞一下 嗯 但是那时候是有差不多看99多巴仙的人都很关心你 哎你这个时候出来干行吗 是 全部人都这样问我就想哎不懂咧 我就 撕下咯 嗯 嗯嗯 然后就坐就是了 那你没有简致了吗 嗯嗯 嗯嗯 可是这是完全是零经验的哦对于创业 哦对啊 零经验 而且是零一个人创业 啊对对对对 那时候 怎么用那么大的勇气呢 怕的 其实是 嗯 但是其实刚呃呃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 勇气就是一刹那 就好像你跳 你要跳过去那个山崖的时候 你就闭眼睛直接就跳了 是 你就是放手一蹲蹲 就是可以这样的 但我在想呢 就算是你完全没有经验 你完全在很彷徨的情况下去创业 始终还是有人成为你的指引的 有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 指引啊 其实没有真正的指引 讲真都是自己去摸梭出来 摸梭 但是当你慢慢就走出那条路 然后其实 我觉得做生意这一回事 可能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别人怎样带你 可能你就要怎样带别人先 嗯哼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但是 我是这样做啦 所以我觉得就可能 我也很贵心 就是很庆幸 就身边也是很多那种帮助我的人 就是所谓的贵人 是 类似啦 嗯 现在可以想出有几个名字吗 讲粗啊 不要啦 不好跟你讲 哈哈哈哈 但是我心里是感激的 但我心里是感激的 那这个创业跟你后来 你自己去整理这个思绪之后 跟你想象的创业有落差吗 当老板之后 跟当老板之后 是有落差的 很大的 很大落差 发挥空间很大了对吧 好多东西让你发挥了 其实 呃 其实有两种 这个是其中一个想法 可能你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是 但是你有更大的质人 是 可能就好像现在我们面对的 这个可能是MCO嘛 之前就是MCO 啊 COVID 就可能说 哎 整家只要吃饭了 你心里也是很难受嘛 可能你就是零收入 但是 以前如果是我打工的时候 哎 COVID来了 Yes MCO 我就开心了嘛 就不用做了嘛 但是当你自己做的时候 可能你就心里很焦急了嘛 是 不同的一个方法 什么啦 嗯 所以有时候 我们也是站在 呃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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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 这难得 哎 要当一个很有责任感的老板 因为过去我们都看到 身边的人都会在抱怨啦 老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之类的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称职的老板吗 呃 这个我很难讲的 我觉得我自己不错啦 但是这个 如果你自己打分的话 是 应该是不准的嘛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好的 我觉得可以的 要过自己那个 心里那个坎嘛 你觉得自己 及格吗 甚至是拿很好的成绩吗 其实拿很好 成绩应该没有啦 勉强及格应该行吧 至少不二番啦 前提人 嘿嘿嘿 那是因为你要给自己 空间再进步是吧 嗯 你觉得自己在哪一方面 还可以再加强呢 其实我很多方面都需要加强 因为我其实本来 就是一个比较很男性格的一个女生 男子性格 很男生 其实可能说很细微的东西 可能我就注意不到 所以后来我就 我们就慢慢 建立一个团队上来了 但是他们就是可能会帮助我 在一些弱点的一个什么啦 类似这样子 现在团队有多少人 差不多十出人这样 十多个人 应该有吧 你觉得你自己在带领他们这方面 你看到什么成绩呢 成绩 嗯 不错 其实我 OK 蛮开心啦 就是说可能我们要就是说 你要成为不是一个老板啊 可能你是要成为一个带领人 或者一个领导人 所以你要让整团的人跟你一起跑 就是你要影响他们 是 影响他们跟你一起 跟整个公司一起去走 嗯 这凝聚力是很重要的 嗯 你怎么做到这一点 把他们凝聚起来 我们好像家人这样咯 如果他们有私事 我是可以帮助的 但是虽然有时候 他们不想要跟我分享啦 但是有时候我会主动跟他们讲话 就是我会做 有时候因为我们 我会跟他们一起做 就是坐他们旁边 他们也不理我的 是 啊 所以其实我有这一方面 但是我有时候要跟他们 就是说 有那个热情 有那个热情啊 有热情啊 因为坐秀 我们是公司最主要就是一个坐秀 所以我要让他们感觉到 我是很关心 就是跟他们一起的 嗯 就是他们想问我东西 我就在旁边 或者我不是注视他们 是 但是 但他们觉得你是在监视他们 没有没有 CCTV看着 感觉良好 我猜啦 应该是 他们对我讲话也是 不会做事 因为感觉我是老板 然后他们就会走这家 但是 可以好像家人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像家人一样的那种感情 拿捏不好的话呢 就公司很难分明了 会不会 哦对啊 要拿捏得分明哦 比如说 你可能当我是一个弟弟 可能我年纪比你大了 嗯 你当我是一个家人 可是当发生事情 比如说你要对我做惩处 做处罚的时候 好像很难下手 对吧 会吗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 你不可以的 这个 这个其实我检讨过这种事情了 其实我们的位置就好像 如果你想家庭 你就是一个姐姐咯 是 姐姐要怎样把这个东西做好他 这样子你把 OK 其实我曾经有面对过这个矛盾 如果我们就说不纠正他 但是他一直错 但是他会觉得他没有学到东西 他来你的地方就是白干的 好像以前我们跟着我们的旧公司的老板 可能他也是寻寻善幼的一直指出 虽然有时候不好听的 是 但是你后来觉得 哎 这东西是让你学习到的一个东西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良好 但是如果好像母亲 你是一个母亲 但是你的孩子做错了 你就觉得哎 没问题啊 他以后自己就懂了 但是他长大了之后 他会怪你 你没有教好他 其实那个DUO率是一样的 是 啊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做到这一点 可是你员工做到这一点嘛 因为员工会觉得 哇 你很像我姐姐 你不应该来处罚我 会不会有这种 这种关系 所以你就是说 你开始 就是说你要做的东西 就是 你要出手 就是当他们做错 你就直接就表明 哎 这东西你就错掉了 你不能这样做 直接就要出 就平时我们怎样说 博校怎样玩都行 但是有些东西过了就不能 就是你 你一早就是你把这个限制定好了 那个路定好了的话 但他们就懂了嘛 但是从来你就说 哎 你从来不讲了 就是说到错了之后 你就反而怪他 但是他很无辜 他不懂这个是你底线 嗯嗯 对吗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除了这些 你对员工还有怎样的要求啊 其实我没有怎样对他们要求啦 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 对自己的人生 还有工作需要有要求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地方 你想来 呃 是 真正想换取 呃 呃 金钱的话 就是要呃 真正的干咯 我们会给你一些策券 然后你们跟着我们的方案 然后我们也确保你 真的呃 是赚到钱 嗯 那目前为止 还满意公司的现状吗 其实 呃 不是讲满意可以啦 嗯 啊 抬开行啦 嗯 类似这样的 看来呢 Vanessa其实在领导这个公司方面呢 都有自己的 呃 一套诠释 可是对于一个女性企业家来说呢 要怎么样分配她的时间 给家庭啦 给工作啦 甚至是给自己 下一段回来 我们再请教Vanessa 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 上海名人房 大家好 我是Vanessa 我是VSH的 founder 我们是主要是在批发安防这一块的 Security, CCTV, Alarm,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主要是批给一些是需要安装的人员 就是我们卖给他们,我们给他Solution 然后他们去一个Site那边,他们去安装 我们介绍我们产品有什么用途 然后他们去Purpose给他们的Cooker,类似这样子 我们的范围其实是蛮广的 主要是做在安全方面 就是我们主要是CCTV, Alarm, Access Control, Type Attention System 然后那种Tunstar, Barrakeet 现在我们还有做Solar,Solar System for我们的Security的这一块 我们的Vision就是带着一群人 就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去改变 我们也不懂我们的Vision可以走去哪里 就是说可以希望每个自己和我们一起共事的人 都在这个平台里面都赚到钱 这个才是我们想的 如果是对于好像大环境的可能还有很多东西 CCTV Alarm是必备咯 可能它有一些类似Barrakeet Barrakeet就是为郊区、花园 这样子来做一个管辖 这是最基本的,类似这样咯 欢迎继续回到上海名人坊 你好,我是金川 现场依旧有我们的嘉宾也就是Vanessa 上一段其实有提到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有很多贵人帮助你 但是我想你的这个企业也帮助了无数马来西亚的企业家 因为你是安防领域的 VSH Technology这家公司呢 其实怎么样帮助马来西亚的企业家呢 帮助啊?这个帮助就太夸张了啦 其实只是一本生意啦 其实可以这样讲啦 养活我自己的生意 其实我们专业在这种批这个CCTV Alarm 好像说Barrill Gate Barrill Gate就是你工员用那种 或者Touch & Go用那种东西 还有其实很多那种关于Security东西 我们都有正在做 不管是住宅或者是商业 你们都在做 更何况是我看到你们的网页 其实有针对的就是一些小园主圆秋 哦,OK,你有三个空 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 因为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嘛 对不对 呃,是的 所以我们 其实我是比较吵一点啦 因为就好像你时常会看废宿 如果我觉得我们的东西针对到哪一个 然后我就想办法 跟它弄成一些配套 来方便我们的顾客咯 就是我整个配套弄给你 你就很省工 你不用想 直接就给你搞定 一条龙夫 对对对 我们是正在做这一块的 那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员 我们说 先从企业家开始说吧 他们在这个安防这个意识方面 高不高呢 就是说他们的企业 是不是一定要安装 CCTV 是不是要有防盗系统这些 其实是的 现在马来西亚应该是 我看都蛮接近 就是差不多每个人都会要 你进家至少你会有一个热门 你不要 CCTV 但是后来你可能又后悔了 我觉得有热门 但是响了 然后我看不到 怎样好 所以你可能 你一定要装一些镜头存在 是是是 如果这种 是给小家具 其实这种小家具 整个我们可以联系到 我们所谓的 smart home 这个就是我们领域的 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对对对 smart home 然后还有这个电子门锁 也是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 list 里面 这个是小型的家具 如果再大型一点 可能你就是 是整个 building 的 alarm system 或者 CCTV 这种比较 industry 的 他们一定会做的 因为买保险 可能你就需要有这种东西 是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领域呢 是一直在变化的 对的 根据时代的要求 或者是我们说的科技的进步 那你们公司在这方面 是怎么样的继续的创新 或者是把这些新产品 带给马来西亚的这些民众 我们要就是说 我们要就是说 多看 国外他们现在已经在 怎样做类似这样子 是 好像现在刚才你跟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 给盐主用的 CCTV 其实我们是就是说 做买这个 solar system 给他们 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 你不需要有电 发电 因为可能有一些 太偏僻的地方 是没有发电厂 是的是的 我们就会把整套 你的东西就可以走了 嗯 嗯 就可以给他 有电 给他走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们在这个 安房领域里头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贵公司 最大的优势啊 是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哦 我们这个行业 竞争力很大的 竞争力很大的 对对对 怎么样确保你们不被淘汰 甚至是让别人看到你们 可能我做东西比较高调吧 应该 嗯 可能就是说你 如果你不想给人家忘记的话 可能你就不时 现在我们就是 要不断在 可能你在网站啊 Facebook啊 一些 社交媒体啊 社交媒体一直 一直 展出你的那个 你的产品啊 是 可能你还要选择一些 比较 没有什么的懂 但是可能你会觉得很新盈的东西啊 嗯 可能有一些人就是 有这种需要 嗯 就是你眼光啦 其实也是要见眼光 对对对 而且要冒险 对你要选 啊对 啊对 还冒险对的 你要选择产品哦 所以我要看你选择产品的那个眼光啊 对 还有一个谁要冒险 对 这个冒险是企业家必备的一个心理状态 我自己本身就没有了 就没有办法成为企业家 吃的含鱼得太热了 但是回到这个 我们说安房领域里头 你觉得马来西亚还有哪一方面需要再去提升的呢 其实很多地方都需要提升的 对 其实好像现在可能 现在可能罪案都减少了是吧 是吧 因为MCO 是啊 但是其实这些罪案在马来西亚是一直我们都有听闻的 嗯 而且到最后呢 警方要调查发现 有关的CCTV是没有在那里做的 其实现在我看 因为我们在这个安房行业里面 可能你们也没有注意到啦 其实马来西亚现在他们已经增加了 很多的这种镜头在大陆 是 你有看到那种就是会转的 他们可以追踪你的 其实它在KL这一方面 我看应该都转到七七八八的 嗯 CELAS那一带 是 蛮多一下 其实就是保障我们的安全嘛 是的 但是它防不防身我就不懂啦 因为政府 可是我不知道 哈哈哈 但是我 但是这个我是看到有做啦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知道的一个project 回到你刚刚说这个领域呢 其实竞争力很强 是的 所谓的竞争力强是强在什么地方呢 所谓的竞争是在价格吗 嗯对 其实价格是我猜每个行业都一样的吧 应该 但是你会坚持那个价格 还是说你也会加入这个学驾站吗 看心情哦 看心情 哦我看心情的 嗯 看心情如果今天心情好就学一下 如果不好就拼 哈哈哈 其实我们主要其实说 如果你我对我来讲啦 其实丢价或者学驾 我觉得对一间公司来讲 真正没有到很大效用 是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了 可能我们在一些服务性 服务性的那边增加增强 嗯 这个是我们可能 可以推出一点点的一个方案 是 给顾客一些附加的价值嘛 对的 对的 你给我这个价格 但是我给你更多的价值 对对对 有些时候我觉得 马来家人还是会先看价格 再看价值 是的 嗯 是可以这样讲 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啦 我喜欢有质量的东西 是 我觉得如果有质量东西 就不会便宜 因为你便宜你就侮辱了 这个人真正把这东西做出来 人家很认真做 但是你就说 因为价钱的问题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说 你不可能用干旧的規格 想买BMW的那个什么嘛 不是 你用想用干旧的价钱买BMW的規格 这是不可能的事的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每天告诉他们 但是很残酷的我 比如说今天你们的公司 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 或者说有全新的一个服务 结果B公司抄袭你们 这个价格还拉低 那你怎么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抄也未必能抄到它的 就是你的100% 其实我觉得生意这些东西各有各做的 就是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根本这样子我不能满足所有100%的顾客 有些喜欢可能他吃6块钱的一个鸡排 那我不喜欢 我可能我喜欢吃更好的 如果想喜欢那个质量 有些顾客他跟你 因为其实做秀这方面就是 你也是需要跟顾客沟通的好 因为有些顾客他也是看心情的 他觉得他不需要一定要便宜 因为他做的东西他也赚钱 你要就是跟顾客 跟他们保持一个很靠近的感觉 其实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好谈 是类似好谈的以来是这样子讲的 反正Venesa提供的就是优质的服务就是了 可以这样讲 说到这个优质的服务 你都是给你的顾客 给你的客人 那你对自己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比如说优质的时间 你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呢 我的时间呢 其实没有 我把我大部分时间都工作 真的喔 对 如果你讲优质时间 应该就是去搞一些运动 就是类似这样的 喜欢什么类型的运动 其实我都可以啦 sport的 户外吗 还是室内比较多 都行 都行 就我所知你比较喜欢爬山 对吧 其实没有啦 因为最近就MCO嘛 没东西做 其实我啥运动都行的 只是不可以打野球和篮球那种 为什么呢 上的 但是你自己比较喜欢往外跑的 可以讲 因为我一天到晚就坐在office 是吗 如果你讲baking的话 肯定要往外跑一下 去继续一下空气 对 那这些运动有给你在 工作上有任何的帮助吗 嗯 是有的 其实你好像你爬山的时候 就是 其实爬山跟跑步这种东西 就是 其实会激励啦 其实这个看个人的 但是我很多时候 我就跟我的team的人分享 其实爬山会让你的意志力 有一些人他就很累 他就 可能他半路他就下山了 是 但是有些人他就说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对 我一定要爬到上去 但是你爬上去 可能你就看到不同的风景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 你猜一下我是哪一种人 猜你吗 对 呃 应该Youtan哦 你这样问我 我是在三角巷 哈哈哈哈 从未开始 对 尤其是那种要征服高山的 比如说 承山 嗯 这些我真的是 太Extreme了啦 那个 太Extreme了啦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 其实生活跟这种就是 其实我运动纯粹只是 锻炼我的身体 因为我怕老嘛 所以我就寻自己一点运动 你在意吗 在意 我在意的 你在意啊 但是你还是有很男性的那种性格啊 我男性嘛 但是我在意我的样子 哈哈哈哈 那如果让你选择 这样子是很简单嘛 你都喜欢看美女或者帅哥 我喜欢给人家看的嘛 我不喜欢好像有道理 我喜欢看帅哥嘛 所以在工作之余还是要让自己身心灵都得到释放 对对对对对 放松 对于接下来的这公司的愿景 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吗 比如说今年 因为我们说去年大家度过了一个比较艰辛的一年嘛 对对对 可是今年的情况呢 你看好吗 那你会把公司带领到哪一个季节 看好了我们 我还是看好了 只要我们坚持就是说坚持做下去 可能要你花更多的心血 更多的力气 就是去做好它 有没有为公司设下什么目标 这是当然有的 比如 比如怎么样的目标 哈哈哈哈 还是商业秘密 没有商业秘密 就是每年都 我觉得每年都需要有个增长 对 因为你这样子 你一定要设一些目标来让自己去追的嘛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能你就模模糊糊 可能你就过一年了嘛 是 但你就去看你今年 如果你今年你就看你自己还没有去到 你就要赶快去跑 你可能不能走了 你就要跑了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给你回到十一年前或者四年前 因为你四年前创业嘛 对不对 你还会选择创业这条路吗 是的 应该都会了 还是会吧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没有特别原因 可能 你那个舞台更大了咯 可能你 不像以前 可能就极限了这个 这个现在我做的东西是可能很多身份 我可以学很多东西了 可能现在我已经是计划 然后可能我是购买 你看我做完全部 HR 然后我又可以做Sales Leader 你看太多东西我要学了 OK 就学了 是我很多重身份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 要把公司扩大吗 是的 有啦 不断的去扩大它 然后把我们的组织全部都 就是每个组织 都有一个人在那边管理着 每个姿势 或者我这样说吧 除了这个领域 你还有想不到 去哪个领域尝试一下吗 暂时没有啦 我暂时就 就做好这一个 暂时就做好这一个 那对于现在如果说 想要再创业 或者是犹豫不决 要不要创业的女性来说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话 要对她们说呢 其实我没有什么话 要对她们说 但是这种创业 或者你要打工 都是很个人的 其实我只能说 有一样东西 你要干 就干阿塞的干 是吧 如果你不想干 就不要干咯 就不要开始 你想干 你就奋不顾身的做咯 如果你只是讲 然后你不做 其实我不觉得 你一定要在 就是说自己的企业才很牛逼 其实很多人在打工已经很牛逼 就是打工王帝 就是他们过的生活 可能比我们更有质量 还是什么之类 其实这个是看你自己想要过哪一种 都没有错的 是 都没有错的 看你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个 生活方式 对的 或者你要的一个是怎么样的成就 或者满足感 对的 因为上班族也有上班族的满足感 对的 当老板也有老板的满足感 当然也有心酸 对不对 对的 要不要很残酷 告诉我们老板的心酸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怎么心酸 其实整个东西也是看你怎样去看 看待这些东西 其实我人比较乐观一点 所以对我来说 应该也没有太大心酸 还行吧 应该 你比较会自我安慰 自我调虚 对对对对 其实我是选择那种 不好的我不看的 我只是选择听好的 我只听好的 这样会不会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呢 不会的 我会听的 我会把所有意见都积极上来先 然后我再做一个分析 对 好的 你就把它听进去 因为当然有一些批评是很盲目的批评 对对对 就完全不理你 甚至是人身攻击 对的 对的 我今天是非常佩服Vanessa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治疗吗 疗愈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甚至在这个期段期间 有疫情期间 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每个人的思绪啊 心情也受到影响 今天跟Vanessa这样的谈天 我觉得也给了我们不少的正能量 接下来我希望说VSH Technology能够走得更远 能够帮助更多马来西亚的企业家 帮助应该没有啊 没有这样伟大 没有相信你自己 你能够帮助到所有的朋友的 好的 今天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谢谢 也感谢你收看上海名人房 我是金川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